最近有網友雲端發票中獎之後 哇他很苦惱 不知道怎麼領獎決定發文來尋求解答 結果現在發票中獎章數 另外引起大家的討論 你看到在上方寫著 他有7筆的中獎發票 總共中了3700塊錢 5張是雲端發票特別獎500塊 一張5獎1000塊 一張6獎900塊 這網友看了說真的太會中獎了吧 這是什麼天選之人 一個人居然中了7張 還有人就來幫他解答了 說超商可以列印 Email 郵件 會友等等 好 希望呢 趕快能夠讓他來領到他的中獎發票 他的中獎金額 再來看到是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台北市從5月15號 升級到三億警戒管制之後 在公車的運量減少將近八成 所以業者現在也採取了減搬來因應 現在平日搬次減少三成 假日減少五成 但是惹來民眾抱怨 說現在等公車要等好久 等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上車更擁擠了 是不是造成破口呢 還說每天都是心心膽戰 而公共運輸處回應說 疫情期間 或許會有個別的路線 在美國時間是比較擁擠的 他們會增加班次 並且了解是不是有脫班的情形 提供給大家 再看到是雙北確診足跡八成 好 提醒您都是在菜市場啦 賣場等等 但是其實先前菜市場 人潮依舊滿滿 現在新北市市場 除了十連制部分市場規定民眾 按照身份證的單數 以及雙數來分流 分土疫情持續升溫 先前從新北市的這個確診者 足跡來看可以發現 有八成都是在這個傳統市場 現在在這個新北市的市場處 他們也都有開始宣導 希望民眾呢 按照身份證的單號雙號的尾數 來分流採買 不過目前就林口和五股區 他們有強制的規定 其他的區域都還在宣導期 那麼目前記者所在的 這個永和公有市場 可以看到一早陸陸續續 有民眾來到市場 有些民眾是覺得說 按照十連制的防疫規定 就已經很足夠了 認為按照身份證 單號雙號的分流太麻煩 而且目前市場的人潮 已經大為減少 但也有民眾呢 已經開始自主的 就按照這個單雙號的 分流方式來進行 覺得市場也應該要 強制的規定執行 讓整體的防禦運作 可以更加的落實 那麼市場處他們 這個自治會 他們也表示 因為疫情的關係 整體市場的業績 已經掉了六成 為了讓這個傳統市場 別再成為防疫的破口 現在雖然還是宣導期而已 但是還是會希望 民眾都能 自主的主動來按照 身份證尾數的 單雙號分流規定來採買 這些牙igmat 關於 這要關於 塔根 ci 先 copyright 你 根 混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